亮亮,亮亮回來了 亮亮回來了 爸 媽 你在等我們啊 我在等你 媽 對不起 你閉嘴啊你 跟你講了幾百次了 不要叫我媽,你的媽在那兒呢 拜託,你不要這樣子好不好 趙思源,我告訴你啊 不要吵了 叫孩子沒回來吵架的嗎 年輕啊 你先坐下 小女,你也坐吧 不坐啦,馬上要走了 媽,那你慢走啊 你 你不要以為你結了話 我就不能揍你 你不會想要留著 我不會覺得做 你肯定是大文 我真的能做嗎 你不是? 他一頓 我家里这边看文的老同学老朋友 我都知道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亲戚朋友 要不要也列一个出来 赵静啊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什么叫把名单列出来 难不成你同意他们的婚事 还要给摆租啊 没错 立峰啊 我们在这儿等了一夜 不是听你风言风语的 等你去同意 我不同意 我绝不同意了 我等着一个晚上 我是要把儿子带回去的 你带得回去吗 你 口口声声你儿子 你儿子 你儿子已经长这么大了 你看看他愿不愿意跟你一起回去 我不愿意啊 赵世元那你 他已经不是孩子了 他现在已经不会听你的话了 我相信今天如果不是亮亮的话 他还不会回来的 我们是一定会回来的 我们不会逃避的 赵世元 睁开眼睛看清楚 你看看 这一家三口啊 就两个疯子啊 你真的要成为他们的一分子吗 你要成为这个老疯子的女婿 你骗那小疯子的姐夫 妈 你还要跟他生一窝小疯子啊 亮亮很正常 他没有神经病的 你 但是你不能否认 那是会遗传的 你该知道的 我跟他说过 没错 有六分之一的机率我知道的 天哪 要死啦 六分之一的机率啊 你 赵世元 我管他六十分之一还是六百分之一不行 叫你儿子回家 那我们已经结婚了 结了也可以理呀 会遗传的 那当然要理 何况你们还没登记呢 你们为什么要这么欺负人 为什么要这样 好啊 免得让人说我们欺负人 那我们就把他当离婚来谈好了 现在既然是没登记那也无所谓啦 要多少钱你们说 妈 我不要钱 不管我王子亮婚姻有多久 一天或是一辈子 都是我自己选择 都有我自己尊严 我开不了家 因为那是无价 我们赵家的形象 血统尊严也是无价的 要分就分 我不会为难世元 好 那就由赵家的当事人自己来决定吧 世元 你不顾父母的反对自己跑去结婚 现在请你像个男人一样 在双方的家长面前说个清楚 你自己的决定到底是什么 爸 我 挺谨慎 这是一辈子的承诺跟责任 我已经做了决定 昨天我已经娶了亮亮 这辈子她都是我的妻子 你 你 你 我 你看 你 我想 就寒蟬地敬我趙家的路 這個婚禮該有多風光 我就要辦得多風光 爸 我絕對不用 你自己嫌麻煩 難道也要亮亮跟著委屈嗎 沒有一個女孩子 不希望有一個風光的婚禮 一輩子就這麼一次 我們家既然辦得到 為什麼要虧待人家 謝謝 我代韓文謝謝你 顏秋 世元這孩子不懂世 以後你要多擔待 別瘋了 你瘋了是不是 你居然答應他們 還要跟他們辦得瘋瘋瘋瘋瘋瘋的喜事 你喜歡跟我作對 你愛跟我作對 是不是 你說話了 我不管你之前的出發點到底是什麼 你說我們家世元片 不上任汪輔亮都好 你不喜歡跟宋元秋改變關係也好 但是你之前是反對的 你現在怎麼會 怎麼會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呢 你 你氣死我了 你說話了 之前該說的該做的 我們是不是都說了都做過了 你也斷了他的經濟來源了 我也苦口婆心地勸了世元了 也求過亮亮了 結果呢 還是一樣了 那你幹嘛認輸啊 這又不是一場戰爭 何來輸贏之友呢 他是我們的孩子 我們能把他當敵人嗎 真要這麼說的話 古往今來 哪一對父母在兒女院權不是輸家 從他生下來的那一天起 我們就註定是輸家 我們註定要為他做牛做馬一輩子 輸給我兒子我甘願 我幹嘛輸給汪家 我為什麼要讓那汪子那得意 因為你兒子心在他那裡啊 你看不出來嗎 好了 我們跑去了 也等了一夜 面試見著了 結果他有跟我們一起回來嗎 沒有啊 他寧願跟他的老婆 躲在那個小屋子裡面 也沒答應跟我們一起回來呀 養兒與女有什麼意思 一把十一把尿的把他拉拔長大 我現在比不上外面那個女人了 好了 修長 你就認了吧 也可以改改口了 從此以後他跟你一樣 都是趙太太了 我才不認哪 我為什麼要認他 他王子亮這一輩子休想進我們趙家門 我猜就你一輩子不會認他當媳婦的 他要趕趕叫我一身媽 你信不信我上前給他點巴掌 你這是何苦呢 我不喜歡他 我討厭他的嘴臉 我可不像他 你以為我不曉得你心裡打什麼主意 我打什麼主意 之前我反對你說我存心不良 不願意跟顏秋結成親家 好病人口吃 以後可以親近他 好了 現在我贊成了 以後我們就是親家了 一下按照規矩來啊 我又能夠打什麼主意了 你 你憑起那個王子亮啊 你 你 你就怕虧待了那個王子亮嘛 所以呢你才答應他們啊 才給他辦個瘋瘋瘋的婚禮啊 去巴結宋元秋啊 你就怕宋元秋以後怨你恨你 你怕他以後不理你 你荒謬 我告訴你我現在最怕的是什麼 我現在最怕的是趙世芬 我女兒一夜都沒有回來了 我拜託你一下蔡秀女啊 拜託你不要把那些拐窩磨角的心思 全部放到我一個人身上好不好 我煩都煩死了 一件事沒了 另外一件事又跟著來 你找找你女兒吧 趙世芬 熊吾 趙世芬啊 你到哪裡去了 大方的背面 宋元秋姬 他還要划算 我又不是 你叫他 我叫他 他應該叫他 有些人 你叫他 你叫他 他有些人 他叫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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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 你說話 你愛他 張世芬 你愛他 勇敢一點 勇敢一點 你有機會得到他 是嗎? 你把我當成亮亮的 所有你對他的渴望 你對亮亮會做的事 你都 你都對我做了 他還會愛他 你怎麼說 天啊 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昨晚脱的衣服,我不知道他送干系 所以没处理 对不起,对不起 我昨晚和郑,我不是故意的 真的,我不是故意的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你不知道是我 可是我知道 我知道你抱着的不是赵世文 玩家的不是赵世文 都是王子亮 没关系的 你不用负责 你醉了 可是我很庆幸 我先该请你 打一个替代笔 不要这样说 是 不要这样说 我 对不起 请你原... 是 是 是 无法被原谅的 是 是 我不知道 为什么会这样子 我 我真的是可恶 你不要再说了好不好 我已经够难堪了 再说下去 我只有跟吴迪子龙 是 我都说了我愿意 我心甘情愿被当个天台给你 对不起,师分,我对不起 对不起 周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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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紫月的 一個女孩 能夠把她的第一次 奉獻給她最愛的男人 她是一種信心 成為 我永遠永遠不會忘記你 你是我第一個男人 我愛你 是的 我不管 你是不是清醒 我都不應該這樣做 但是 請你相信我 我不是一個可惡的男人 無論是酒醉 還是清醒 我都應該 也願意 為我的行為負責人 那你要怎麼負責呢 你心裡愛的不是我 昨天晚上 對我來說 是一個美麗的作夢 天亮 夢也該要醒 我沒有權利 硬要你為這個作夢 賠上一輩子 師父 孩子做錯事 是可以被原諒的 可是 大人做錯事 就要懂得如何去彌補 我們給彼此一次機會 讓我們重新認識 重新適應 如果 在我們重新認識 而且交往之後 我們都能接納對方 那麼 昨晚的錯誤 就不是一個錯誤 它可以是一個 美麗的開始 你究竟是什麼意思 師父 我們 我們彼此給對方一點時間 我願意負責你 我願意付出更多 如果 將來你對我失望了 不愛我了 我也可以答應你 在你沒有結婚之前 我不會娶別的女孩子 這是我對你的承諾 我願意信受我的承諾 周伟 你等等我 我換個衣服 我送你回家 用了 不用 我不會讓你 失蹤整晚之後 獨自回家面對你的家人 等我 滿臨 我會讓你去吃的 你呢 我會讓你回家